大家好,這個星期天又有跑馬了 Everybody, how are you? And this coming Sunday, we have a race for Hong Kong 大家好,這個星期天又有跑馬了 實在星期天 那我現在又說回 我拍這個鏡子是因為2月2號的時候買了 我馬會那裡一直放了 我都不記得贏了多少錢 不過這口貓寶我就沒有拍上網 因為當時應該是另外一口 我忘記了 這口就是當時跳出世界 但是我選了2號就是跳出世界跑第一 第二名的就是全城跑第二 那這條Q當時也拍122元 那這口貓寶寫在後面那隻是莫羅拉的 那就是8號碼 8號碼的話就是跑第一 所以這口貓寶就拍107.5 那我為什麼會有兩張票呢? 當時因為我記得我在這裡排隊的 那我這口貓寶我買了之後 然後排隊的時候想一下 這隻貓寶應該還有的 那我一般就是賣10元而已 那我後來我就加住 所以變了 所以你會見到我這裡總共買了40元 那最後派菜呢 就是有成483元的 OK 這就要回到之前我買了 這就是2月2 然後我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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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元 10元 1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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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元 我買了 40元 OK and so that means I got 430 你好 這個是我講回去 我2月22 2月22號的時候買了 那個 罵寶 然後那這裡呢 就是買了一柱 107 然後呢 然後後來呢 我就是因為 我對這個 這個媽寶比較有自信 然後我後來再加住 再買了 所以最後就贏了430元 這個是今天中午12點36分 可以進去投注站 拿回一些錢 那 那就 都OK的 今天排隊都不是很多人的 OK 你們如果是有的 都可以去拿回排隊 拿了 這個呢 就講回上個星期三 炮馬了 我想講一講就是 其實呢 還有一個騎士 其實挺值得留意的 就是 施卓芬那些馬 那為什麼 講施卓芬那些馬呢 因為施卓芬那些馬 跑出來 都有幾個分頭 那我那天呢 就第一口馬步呢 我就有曾經這樣試過買的 就是 頭關呢 就選了 四隻的 八進 幸運大 大興 啊 還有買了 啊 啊 行窗複星啊 農友啊 那美軍呢 就最精神的 那這口馬步呢 安慰獎呢 都收成 啊 一百一十三元的 那一百一十三元的話呢 幾幾高的 因為農友 幾冷客的 所以這口馬步 如果是正中正獎呢 我估計有千幾二次元的 所以啊 大家可以不妨留以哈 喜車風的 And this is the one you know I bought it And then I using the four horses And then go there This is the race one And then race two Race two I pick up number eight So And I I got one hundred One hundred thirteen 啊 這個是我三週 啊 星期三 買的 那這個是呢 我選了四字四六 七 十一 這是第一口 啊 骂寶 然後後來也是中了安慰的 也有一百一十三 那原因我是要 為什麼要講這 原因是因為啊 這裡要講有一個騎馬 騎士 那個挺不錯的 就是 騎那個氣號的農友 那個騎士 那 他比較 那個 分錢是比較多一點的 所以我三次有買 他的名字 我不是很會讀 應該是 歷史的詩 佐 佐 佐 鳳好像是 那 這個其實他挺好的 他的那個 買中他的話 那個 賠率是比較高一點的 那 那上個禮拜三 我介紹過後馬步 就是 頭關就是 不幸運 那就不中了 但是呢 我的尾關 是有過關的 那 我是買一鋪聖明的 但是 因為我 買了一鋪聖明 但是我對一鋪 一鋪聖明 就很有信心 這個就是我後期 啊 用一鋪聖明 就一拖 就拖到後面 綠色用盡 和平海復星 但是也是不幸運 這陣子 選了一些馬 很多時候都很依賴 那 變了 變了 六號 就中了 那 六號 就綠色用盡 但是 實際上 綠色用盡 應該贏不到 那隻 第一名那隻 第一名那隻 應該是 何宅街 劇 的 何宅耀劇 那 那 那 這口媽布 安慰獎 都有五十一元 我買了二十元 即是一百零一元 都可以的 花了四十元 買 那 因為很多時候 我只是提供一場 變成一口媽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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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 就是提供 如果我後面的一口媽布 如果你對那些馬 比較有喜歡的 夠膽的 你就是 將 我選一隻 那一隻 後面可以拖兩隻 就好像 我這樣 就把十號 自己 心水 你自己可以選 六號 七號 如果你說 六號那天 跑出來的話 那個分頭 又是幾高下 這樣 我會建議 如果我這次 又是選 我 會選 一口媽布 後面那隻 如果你覺得 很有信心 你可以像我那樣 但我一般 我會建議 選擇兩隻 不要超過三隻 因為成本太高 不合算 不合快 即是 不合法算 OK 那 這是 昨週 我 試過提供 提供 然後 7 然後 10 然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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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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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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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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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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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都差不多不分上下 但買這口碼已經足夠了 我選擇多一隻是6號 6號最少是田泰安期 為什麼我會選擇它呢? 它這隻馬是質身的 跑過兩次是一千 第一次是一千二 如果它是有質的話 照你都可以 特別它的賠率會好 所以我覺得買三十元應該是OK的 這個時候 這個上星期 我選擇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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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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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擇5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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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了第五场跟第六场 第五场的话 我是选了 我首选我是选五号 然后二选四号是八卦 然后更就是六号 然后这里比较冷的就是六号 但是我觉得五号的几乎率很大 然后第六场的话 我就选了三号 我也就觉得这个三号是挺好的 应该可以赢的了 它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但是可能会比较热 假如你喜欢的话 你还可以再买自选一个马宝 假如你喜欢三号的话 你可以三号就选第六口马宝了 那你可以选第七场的 随便一个 你喜欢的哪一个 我会建议就选两个 不要选太多 那就看看你的影视了 今天我就讲到这么多了 那如果你不想买马宝 你也可以买炼鹰米了 那这个就是第五场的 你将它 这个叫做铁三角 那也有机会赢的 OK 不要买太大了 还是买十元 有机会赢的 最后百多米 爆酥在里面已经穿上来 赢了这场赛事了 第二名的爆是那只军炮 第三名是皇帝赛 第四名呢 是那只英明勇将机会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爆酥呢 是很厉害的 那如果你是 那如果你是 还想射到厚马宝 你就找爆酥再射下去了 那因为如果它跑第二 就是 厚马宝就很难过关 一定要跑第一的 OK 那我祝大家好运一下 拜拜